你说让味我也让味 你干嘛就骂我一顿呢 你要骂你是你说姐的 我叫你姐也叫 我礼貌 不可以 啊 网友沉默的金枪鱼 做梦都没想到 金广发的段子 居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1月20日 在苏州独树 不高校区的一个停车场 网友正在卸拖车 此时一辆白色小车跟了上来 开车的是名义刺激 对方也不说话 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网友 过了大概十几秒 女司机突然狂暗了 并辱骂网友 理由是挡着路了 他要到前面停车为了车 网友当即表示挪车让步 但你没有必要骂人了 谁知女司机骂得更好 还差点撞到网友 于是网友敲了三下他的车窗 想要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谁知刚喊了一声姐 对方就爆发了 拿起手机开始报警 理由是有人骚扰他 不是我打的 我这边是读书高校区 然后我这边是文姓网站 有人在骚扰我 文姓广场具体哪里 那个对方在我的前面 请你跟他说话 那文姓广场具体哪里 读书高校区 在中国人大那边 还是 张静雯子大学 你在哪边 中国人 文姓广场 你不知道吗 理司机激动地表示 不可以叫他 因为这已经侵犯了他的隐私群 男王有一脸懵逼 以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全程小心翼翼地进行沟通 但女司机根本听不进去 不是我 不是我报的警 她是 拍我的照片 在未经我读 在未经我云子 就拍我的照片 拍我的时候 还有哪 录我的身体 不认识 这是骚扰 是吧 对对对 是因为停车发生争执 我来说 没有争执 是她的 她把车子 在我命运 在我的车里面 停了足足 我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分钟 我都没看见你啊 延续拨打了三次报警电话 最后女司机主动取消报警 并下车对男网友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请你把我的车拍 哎不是不是怎么一起拍呀 因为是两个人的车机 这样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这样逛的地方 他打个灯子他打个 啊不需要 这行啊 你可能就走 不是 这一只可能接 我这还没忙完呢 看到这 不少网友是自己都被气息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奇葩的人 跟正常人的脑回路不一样 但也有网友表示 人家毕竟是女生 又在这个乌漆骂黑的地方 被人拿着手机拍 肯定害怕呀 肯德基又亮堂人又多 提出去那里拍摄也是人质长情 还有网友分析认为 李斯基说自己正在减制期 那么情绪波动很正常 毕竟营养摄入的时候 能量供应不 会导致荷尔蒙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情绪的稳定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上打下来 再讲 沙子